作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不知目的 可惜啊 用盡了全力 努力的生計 不让你自己终于许 永远远一丝草莓 无人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我爱周深 他的唱功实在是太强了 各位不知道一位声乐爱好者 听到这样的嗓音是多么兴奋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按照今年江苏卫视跨年的歌手整体表现来看 全开麦是肯定的 歌手们的收音也选择了最准粹的收音方式 并未加入太多混响 所以这就导致一部分唱功一般的歌手们 就显得没有那么惊艳了 因为他们需要大混响 这篇文章同样不会捧一彩一 所以不会点名具体是谁 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周深的光亮 它的进步不是一般的大 中第一现场更加稳定 音准更好 声音支撑更加稳定 光亮开场 让我觉得最离谱的不是周深唱的有多好 而是他一上来在主歌部分就没有出现太多的失误 这里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场演唱中低音对于很多的专业歌手来说 其实都很困难 因为在寒冷天气开嗓是其实比较麻烦的 这就导致一开始的中低音会比较不稳 但是周深一开口就立住了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飘忽不定 支撑不住 甚至即使是现场也依然把最善用的气声加入了进去 让主歌部分就拥有了层次感 这里说一个小细节 在演唱光亮之前周深给观众说了一段话 我不知道是常规操作还是什么 但是这段话明显是用唱歌的方式去说的 尽量下沉 找到中低音发声位置 这是有助于自己去演唱主歌部分的 喜欢周深的朋友应该也很容易判断出其他歌手有没有假唱 记住一点就行了 不会有完美的人 哪怕是周深这样强悍的歌手 也不可能保证如同机器一般 一首歌曲完全不失误 比如主歌部分的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 其中的中和然字就不会像录音室版本 时光音乐会版本那么完美 因为没有修音 但这样恰恰是最真实的 而且并不会太影响听感 主歌部分的弊段演唱难度真的非常高 敢在舞台上持续玩情机能的歌手没几个 李剑算一个 周深也是其中之一 首先要考虑入卖问题 情机能本身声音入卖就非常难 如果声音集中度不够高 头声控制不够稳定 声音就会变得异常奇怪 听感不好 但周深就不会 比如像流星飞翔助她却不知目的一句 这里前半部分都只能算是周深的常规操作 但是目的二字B口音清机能处理实在是太厉害了 得自脱长音加气声和颤音缓缓延长 这其实很多时候都只能在录音棚才能录得出来 现场对唱功的要求太高了 周深现如今的底部支撑能力增强了很多 尤其是在高音部分的凶声比例变多不少 我在听听见下雨的声音第二段副歌的时候就感受到了 这一次现场的第二段副歌则更加明显 进步非常快 我听完这一段副歌的连续高音之后 我更加觉得很多歌手其实现场听感不太好 主要是对麦克风的掌握能力不够 首先要基于自己的唱法去判断自己该如何控制麦克风 周深足够自信 相信自己的声音集中度 所以副歌部分大家能发现麦克风离得相当远 因为他大概知道自己的声音入脉程度是怎样一个情况 戏腔部分各位就可以发现 周深把麦克风贴近了嘴巴 就是因为戏腔发声不同 声音入脉程度不同 这段戏腔真的 没有任何失误 听了周深不休音光亮 我能理解田正为何会懵了 就这完成度 任何人现场听到都会猛的 太夸张了 稳定的就好像是标准化了一样 总的来说 听得很过瘾 很爽 周深唱得也很嗨 这首光亮值得反复品味 还没听的小伙伴赶紧去听吧 相较于修音版本 我会更喜欢现场的质感 因为更真实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伙似乱较